大家好我是JuMan 那今天呢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快速打巔峰競技場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在不管是競技場或是一般競技場或是巔峰競技場 其實在你按下挑戰的那一瞬間 基本上那個伺服器端 遊戲伺服器端就把那個結果運算完 所以基本上你是不用等到 你是不用等到他那個戰鬥結束完 再去看名次 你可以直接的把遊戲程式關掉 就好像之前大家打遠征去按Home鍵把程式關掉 或是你用Android把那個程式關掉的這個技巧是一樣的 所以我待會這個影片就是快速的示範一下說 如何的利用這樣子的技巧來快速的打完巔峰競技場 因為巔峰競技場它是一個BO33占兩勝 所以如果有的時候你打完三場是可能要花個兩三分鐘的時間 那其實這樣子的技巧對於快速的在9點前去搶位 或者是在某些局面上是蠻有用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如何使用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先看一下播放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的丟機場 剛剛被打下來了85名 所以現在呢 現在找對手 那因為我是81等 所以基本上就先找個 排名前面一點 然後是79等 84等的會比較好打 不然的話 80、81 裝備都上去 都要開始上陳色 比較難 然後這25名 然後79等 那基本上就選擇他來打 那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陣容 我的陣容基本上就是 第三隊是法系隊 第二隊是這個物理隊 那第一隊基本上就是炮灰 那可以按下戰鬥 按下戰鬥之後呢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把他 按下轟鍵 然後呢 點兩下 把那個程式關掉 然後再重新叫起來 那記不記得 剛剛我的對手是25名 所以如果我打贏的話呢 我就是25名 但是速度非常快啊 基本上應該 10秒 應該可能超過10秒 20秒 20秒 那就結束 25名 基本上其實你按下挑戰的那一瞬間 這個比賽就結束了 對 那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剛剛有稍微示範一下 就是我用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小號 有來 大家看到畫面中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小號 我利用這樣子的技巧 我可以快速的 你可以看到 快速的打 這也是電風競技場 然後快速的 爬升名次 你可以看到這個戰鬥時間 兩分鐘前 一分鐘前 57秒前 21秒前 但後來就輸了 那快速的爬了400名 所以其實 這個在 結算前是還不錯的一個技巧啊 尤其 尤其有的時候在凌晨的時候 其實 你特別去注意 有一些工會的人 他們自己繳好在那邊讓位 所謂的讓位 就是他可能排名前 二三十名的人 讓位給兩三百名的人 或是一兩百名的人 然後讓他們故意 故意把那個 防守的隊伍調弱 讓他們打上來 那如果這個時候呢 被你看到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去插他們的隊 然後去 搶一下他們讓位的位置 可以拿到一次性的鑽石還不錯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電方計器場的教學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